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执行的组阙 刚才执行开始了 那么发生了特殊的事由 执行就要停下来 这就叫执行的组阙 为什么要停下来 125 126 127和128 是四种情况 考试呢就是考125和126 127128我们从来没考过 但是呢一会儿我也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在大纲里面还是有的 执行为什么要停下来 第一种就是执行和解了 在执行当中 我们双方当事人可以达成协议 用和解协议的方式 变更执行的时间 执行的主体 执行的内容 这些都可以改变 如果说不允许和解 必须按照原来的裁判文书执行 那么这个在执行当中可能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 因此上我们把一死之日也贯彻到执行阶段 但是大家千万要注意 在执行中是不允许调解的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和解 不能调解 这是为什么 因为裁判文书已经生效了 如果你法院还去调解 又做出调解书 那么就相当于调解书改变了原来的判决书 生效判决书能随便改变呢 改变吗 不可能啊 非经三册或再审是不得随意改变的 因此在执行当中 权力义务关系已经确定了 就不允许你再去调解 更不允许依据和解协议制作具有执行力的调解书 我们只能够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 而这个和解可以是书面形式 可以口头形式 书面形式直接付卷 口头形式要把它记入笔录 口头书面都有效 但是最后我们要留存一个书面形式的记录 可和解不可调解 不可依据和解协议制作 调解书 否则这个调解书的效力就没有办法去安排了 它一定会冲击取代原来的判决书 而判决书是不允许随便取代的 那么既然和解协议是个斯文书 它没有强制执行力 那么它有什么效力呢 和解协议 我们给予了它合同效力 我记得你讲过 诉讼中的和解协议 是没有合同效力的 我们俩达成和解协议之后 你要不履行 我只能依据原纠纷再起诉 当时你讲的是 你没有必要依据和解协议起诉 是吧 只要依据原纠纷起诉就行了 那这里怎么又有合同效力呢 因为这是在执行中的和解 大家很敏锐的发现了这一问题 诉讼中的和解协议 没有合同效力 执行中的和解协议 是具备合同效力的 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斯文书 它没有强制执行力 和解协议吧 只有你和我的签字 怎么可能强制执行呢 那么为什么在诉讼当中的 没有合同效力 在执行中的却有了呢 说两点 一 本来都应该没有 原来咱们国家立法里面的规定 至少在2018年之前是这样的 只要是和解就是斯文书 它没有合同效力 但是后来我们单独赋予了 执行当中的和解协议 以合同效力 这是对民宿法原理的一个突破 那为什么给它这个效力 一会我们讲完了 你们就明白了 暂时把它先放一放 先看那个二 当事人达成了乙物抵债和解协议的 法院不得据此做出乙物抵债的裁定 啥叫乙物抵债呀 我们俩和解了 我说你欠我欠你那五千块钱呢 我实在没先还了 你这样吧 我还有一个小的 这个手办 是从国外进口来的 非常的稀有 现在这个 在这个小圈层里面 大家都在炒这个手办 现在已经炒到八千了 我把我这个手办给你 咱俩以物抵债 行不行 你也同意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达成了和解协议 你拿这个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 反正说对不起 做不了 调解书做出来就改变原来判决书了 不能做 那我就说 那我做个裁定书吧 反正说做不了 做了裁定书 还是改变原来的 判决书 而且这样的裁定 具有几分性内容 它就可以强制执行了 而和解本来就不能强制执行 所以你让我做调解书 做不了 做裁定书 做不了 那我说 我们俩的和解协议是个什么 你说是个合同 只能是靠你们自愿旅行 如果对方不愿意旅行的话 你拿这个合同可以起诉他 让他承担违约责任 或者继续旅行 这是OK的 一旦我们俩和解了 说明我向他主张权利了 对方表示愿意旅行权利 那么执行时效就会中断 从将来他不再旅行之起 我们重新再算两年 时效中断呢 是重新起算 就是说 我们和解之后 他不旅行 那不旅行怎么办 我们就重新再算两年 时效从头再开始了 除了中断时效之外 我们还可以终止程序和终结程序 我说我把那手办给你 但你等我两天 现在没在我手头上 借一个朋友玩两天 我把它拿回来 两天之后我给你 终止执行了两天 如果你确定 他百分之百能给你 你就可以直接申请 撤回执行申请 这样的话 一旦撤回 执行程序就将终结 但是如果将来他不给你 你可以再申请执行 就是申请执行的 这个申请是可以提交撤回 然后再提交的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最后的这个法律效果是 中断时效 终止程序 停下来等 或者终结程序 那么如果从常理来讲 是终止好 还是终结好呢 我们觉得可能是终止好一点 因为一旦终结之后呢 你就得再申请 但是终止呢 只是暂时等一等 他又不给你的话呢 你还可以再申请恢复 那么对于 那么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呢 我们可以 再接着讲一讲他的法律效果 我说 我把手办给你 那么抵偿这5000块钱的债务 你也同意了 我们俩之间就达成了 以物抵债的和解协议 但是我说 你给我一周时间 我去把这个手办拿回来 然后我把它送给你 那你也同意了 就会暂缓执行一周 这一周之内执行要终止 要停下来 一周之后 你来找我 你说行吧 东西拿回来了吧 给我吧 我说 其实 这个东西 是有的 但是呢 现在这个市场价值 已经炒到一万二了 我现在了解了之后 我不会把它给你了 你等一等吧 我把它卖了 然后还你5000块钱吧 他又拒绝旅行了 我说那你给我5000块钱可以啊 你现在就给 他说现在没钱 你就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 你就会发现 他已经说好的事 他又一次反悔了 他拒绝旅行 他不肯把那个手办给我 那这个时候 我手里面还有两个法律文书 一 5000元的判决 二 市场价值 一万2000元的手办 以物抵债的和解协议 我们能不能执行和解协议 不能 因为和解协议是个私文书 永远不能具以强制执行 那么他要不旅行的话 你可以选择依据和解协议起诉他 要求他向你给付 这个手办 如果说你不想依据和解协议起诉 你可以选择去执行原来的这5000块钱的判决书 这个依然是可以执行的 那也就是说这是两条路 两条路 任君取舍 但只能二选一 你不能说又拿钱又要东西 那你就得到双倍赔偿了 这就不公平了 你说这两个有什么优势呢 你要想快速拿到钱 就直接执行5000元 你要想多拿点钱 你就起诉他要求他给付那个手办 因为一旦你拿到之后 就能卖一万二嘛 那这样的话你肯定得利最多 但是你得重新开始一场违约的诉讼 这个周期变长了 快速的拿的钱少 缓慢的拿的钱多 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两件事了 你就自己选吧 好这是这样的两条路 我讲到这之后 大家就能够理解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了 说执行和解协议本来是没有合同效力的 但是我们新法修改了之后 他就具备了合同效力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问题 那是因为你看我现在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执行原来的判决书 一种是就和解协议起诉 现在是有两条路 但是早些年呢 由于他没有合同效力 就只能恢复执行原来的判决书 这一条路 两条路就比一条路有优势 优势在哪里 我们2017 1819年 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力量 叫基本上彻底解决执行难 我们做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改革 对于执行的 程序的这种完善和执行率的提升 确实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呢 应该说我们执行的 还是有再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执节率 什么叫执节率啊 就是执行结案率 100个案件中 有多少个案件能拿到钱 是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大家想想 如果说 这个和解协议没有合同效力 达成和解协议 出去100个案件 如果说有98个不旅行 那这98个案件 又全都回到执行程序当中来了 那这些案件都执节不了 那执节率是不是就上不去 但是如果给了他合同效力之后 有一些当事人就不会选择再去执行这5万块钱的判决书 而是就一个手办重新的起诉 要求对方履行 那这样的话 这个案件 他重新起诉去了 5000块钱的这个案件 就可以做执行结案处理 至于说你去起诉要手办 那就变成一个崭新的案件了 那对于这个案件 就已经执行结案了 所以说这样的做法来讲 就对于提升执行结案率 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因此让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 我们设定了 这个和解协议是具有合同效力的 允许大家在遭遇到拒绝旅行的情况的时候 你既能够选择恢复执行 当然一旦恢复执行 那就又挤回到执行这个头脑上来了 也可以选择令诉 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 一旦你去令诉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 这个案件 咱们今后不会再去执行这5000块钱 那这5000块钱的判决书了 那这5000块钱的这个案件就执行 夹了 我想我说清楚了 大家听明白了 知道了 就可以了 好这是第一种情况叫拒绝旅行 第二种情况叫旅行完毕 什么叫旅行完毕 一周之后 我来找我的债务人 说是不是该把那个手办给我了 债务人说行 我给你 他当时就把手办给我 说咱俩是不是两清了 我拿着手办 我说是咱俩两清了 这就叫旅行完毕 他已经按照约定向我给付了一个手办 等到我拿回家去 我仔细看这个手办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的头部掉了下来 是在运输过程中已经摔坏了 然后又被我的这个债务人用502胶粘了上去 他根本不是个全品 他是有瑕疵的 那么后来我就打听了一下 一旦这东西摔断了 市场价值根本就不是什么 12000能卖个200块钱 他就不值钱了 那么我就认为他给我的东西是要瑕疵的 同学们 这是我能不能够恢复执行那5000块钱的判决书了呢 不能了 因为那个案件已经履行完毕了呀 人家给你的那个手办是替代5000块钱的呀 手办给你了 就相当于5000块钱给你了呀 那这个案件就算结案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是尽可能的把原来的执行给他结束掉 你提高职节率 那你说那我这凭啥呀 你弄了一个价值200块钱东西 抵查了我5000块钱 那这就叫对方违约 那你怎么办 你不是还有合同吗 你不是还有和解协议吗 你就依据和解协议 起诉的承担违约责任就可以了 是这样来做的 但是原来那个案件 咱们就不要再纠缠了 那个案件已经是履行完毕了 咱们就做执行结案处理了 那就直接了 所以说这些制度呢 他们是具有一贯的倾向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想各种办法 把手头正在执行的案件给他了结掉 下面叫执行和解协议无效 或者是可撤销的 那么还是一周之后我找到他 说来你把这个手办给我吧 你说限量版的 这就是国外原装进口的 价值一万两千元 是不是 他说对呀 你拿去吧 这个东西非常的值钱 结果我拿回来 我向朋友们炫耀展示 我说你看我这个限量版的手办 你们都没有吧 朋友们看了看说这个确实没有 这个就是国内生产的假货 而且你看看这底下制作非常粗糙 这塑料还带着毛刺的 我看也就只个五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我被对方给欺诈了 他拿一个粗质滥造的东西 冒充原装正品 那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我对对方所欺诈了 我就有两种选择 第一 对方已经把东西给了我 这就算旅行完毕了 执行结案了 那么我可以拿着这个东西 起诉他承担违约责任 因为他骗了我嘛 对不对 我不主张撤销合同 但是我认为他履行瑕疵 我就可以起诉他 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 但是我要是压根就不想要这个东西了 我就可以先起诉他 以欺诈为由 要求把合同撤销 或者别的理由 可以把合同确认无效 什么合同 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一旦没了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去申请执行 原来的五千块钱的判决书 但是只要和解协议还在 他又把这个手办给了你 这就叫做和解协议履行完毕 执行就极告终结了 你为了恢复执行 就先得把和解协议给他撤销掉 或者把它确认无效掉 然后你才能恢复执行 否则只要和解协议履行完毕 执行就极告终结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三种情况 就是关于这个执行和解之后的效力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如果我们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 对方拒绝旅行的 我们两条路恢复执行原财办文书 或者就和解协议起诉 如果说对方愿意旅行 把东西给了我们旅行完毕的 有瑕疵的可以起诉他违约 欺诈我们的可以申请撤销 或者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无效 那么这个时候确认无效之后 我们才可以再申请执行原来的判决书 但是如果和解协议还在 而且也已经履行完毕了 那就相当于执行终结了 这个案件就不能再通过执行程序救济了 你再单独的去体验 违约的诉讼 那是可以的 好 这块我们就给大家说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126 叫执行担保 我们之前讲过调解担保 执行担保与调解担保的情况 是有相似之处的 说如果债权人在执行债务人的财产 债务人请求暂缓执行 并且提供担保 债权人同意的就可以成立执行担保 大家这么听不但能听懂的 我给同学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要执行我的财产 结果发现我家族四壁 无财产可供执行 但是很多同学说你在外面上了这么多年班了 辛辛苦苦的四处赚钱 每天累得像个狗一样 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说 我说看着整天累得像个狗一样 他说你说的不对 因为狗根本就不累 那你应该有点钱呢 这些钱你到哪去了 难道都被你吃喝挥霍了 后来你就在我的股市里面找到了20万人民币 现在你就要把我的股票拍卖掉 清偿你的债权 我就一把抱住你的大腿 我说不能卖 他看上去是20万 其实这是50多万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经过我高超的炒股技术炒上了20万 那你就问你想怎样 我说这样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内幕消息了 我现在炒上20万 就是有一个内幕消息告诉我 说要买这个股票 听了他的之后就跌上这点了 那现在这个人又开始告诉我内幕消息了 说重大利好 下个月我这20万就能涨到200万 说千万不要抛售 虽然他连续跌停 但是也消我持有 是吧 那你能不能等到我下个月呢 下个月他咔咔咔涨到20万 我不欠你30万块钱吗 我给你35万 你看行不行 我的债权人都被气笑了 他说就你那也叫内幕消息 是吧 你没有一个是准确的 就你的炒股手段 你这些年没赚过钱呢 再加值了 如果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你把这个 股票都割肉变卖了 到时候你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 我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不要扯这些事了 我说你看 你不相信人 你这样吧 我虽然没有钱 但是我可以提供担保啊 我可以 用我舅舅家的房子担保 我也可以说服我舅舅 让他来做我的保证人 是吧 如果你能同意的话 那么我就以扩大我责任财产范围的形式 来换取你给我这一个月的暂缓执行 你赢得在股市中宝贵的喘息时间 债权人听了这个话 可以同意 可以不同意 但如果他同意了 那么我们俩之间就达成了这种 执行担保的协议 当然啊 我们的担保人也要来签订这个担保协议 法院同意之后 那么我们的执行担保就成立了 按照我们的约定 应当暂缓执行一个月 大家就听明白了 执行担保是干什么的制度 是用担保的形式来换取对方 给我们暂缓执行 喘息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它其实就是一个交易 对吧 哎我用财产换时间呢 你想一想 如果说真正的等了一个月之后 股票账户涨回来了 那么等的这一个月还是有价值的 而不至于连本带利一起被人执行走 是吧 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 第二具体的期间要求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下面给同学们画的是一图 这个图呢是比较精确的 一旦进入执行程序 债务人提供人保或者物保 债权人也同意的执行担保就成立了 执行担保一旦成立的话呢 咱们就进入暂缓执行期间 那么执行期是多久呢 这个可以双方当事人 自愿约定 按照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月 是不是啊 你们约定多久就是多久 但是我们有个上限 暂缓执行最长不能超过一年 反过说我可以等你 但是我不能无限制的等你 你说你暂缓执行一千年是吧 那到时候我上点找人去 事件都沧海桑田了 我等你一年最多一年 你们双方要是资源旅行的话 这一年之内停下来 你该办的事都办了 将来的话该还的钱也都都应该还了 所以我等你一年 你要是一年暂缓执行期 还是不能把钱还上 那我就认为你其实还是还不上 那这个时候我就不再等你了 也就不再暂缓执行了 而一旦暂缓执行期戒满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债务人还钱了 债务人不还钱的话 担保责任人或者是保证人 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 此时我们的担保期间就马上开始计算 两个问题 一担保不是无时间限制的 它是有保证期间的 同学们学过民法 这都不陌生 第二在法案当中 暂缓执行期一旦借满 借满担保期就马上开始 他俩是先行后续的 他借满他就开始 他俩是前后关系 那么担保期是多久呢 我们这点上也没说 双方当事人可以资源约定 你愿意担保多少年都行 而且这没有上限 因为这个担保啊 你提供担保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损失 除了提供财产担保的人自己受损 但是如果你们没有约定的 我们的担保期呢 就推定为是一年 那这一年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我们最好的一个状态 就是暂缓执行多久 我们就给你担保多久 反过来 他给你担保多久 你就给人家暂缓执行多久 因为这才叫等价交换嘛 是不是 可是暂缓执行最长最长 也不允许超过一年 因此如果是担保和他等价交换的话 那么我们设定一年的担保期 已经是最大化的等价交换了 最公平的等价交换了 所以说呢 我们立法就说 如果没有约定担保期的 我们就推定为一年 这就叫足额担保 好 这是关于这个暂缓执行期和担保期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法律效果 在暂缓执行期内 原则上应当是全都暂缓执行 什么都不要执行了 把程序都暂停下来 但是呢 有两个例外 一就是担保书内容和事实不符的 咱们就不能再等待 暂缓执行期满了 比如说他说 我用我舅妈的一个翡翠镯子 担保你这三十万债券 将来你给我暂缓执行 一个月之后 我要还不了钱 你就拍卖 变卖 我舅妈的这个兵种的翡翠镯子 这早些年 买它还花了十五万呢 现在翡翠疯狂涨价 现在卖到四十万 轻轻松松的 特别漂亮 你看看 飘着正阳绿的翡翠镯子 那么我那天远远的看了一眼这个镯子 那就同意了和债务人之间 暂缓执行的这个执行担保的约定 可是我要求他要把镯子交给我保管 等我拿到镯子的时候 整个毁的肠子都清了 我发现这是一个特别差的料子 然后用酸 强酸把里面的杂质洗干净 又向里面注胶 又人工染色 这一套操作下来 这个镯子值200块钱 根本就卖不上什么三十万四十万的 那么你就会发现担保书的内容和事实不符 你还等吗不能等了 等到最后就只能够剩下一个C货的镯子 那根本就要不值钱 是吧 大家都知道值钱的是A货的纯天然的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申请恢复强制执行 三十万不能再等了 因为对方根本就没想好好给你担保 给了你一个假的镯子 第二在暂缓执行的这一个月里面 我们的债务人和担保人 在干什么 转移隐医损毁 变卖担保财产 难道你眼睁睁的看着干这种事情 像蚂蚁搬家一样 一点点把财产都搬空了 你却无动于衷 等到暂缓执行期满了之后 你将两手空空什么都拿不到 这也不合适 不公平 所以只要我们发现他在干这种事情 就不等他这一个月的暂缓执行期了 马上申请恢复强制执行 既然你有财产 那我就拿走好了 好这是暂缓执行期间 除了刚才讲的两种情况 咱们应当把执行暂时停下来 因为这本来就是给人家的喘息机会 等到暂缓执行期 届满 担保期之内 如果说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话 咱们既可以执行担保财产 也能够执行担保人财产 因为他们承担担保责任 还能够执行债务人财产 但是一旦到了担保期建满 他们就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了 咱们就只能执行债务人财产 不能执行担保财产 或者担保人财产了 由此可知 担保期建满之前 是我们这个案件执行的黄金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可供执行的责任财产的数量 是最多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执行担保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第127个考点 叫执行终止 执行终止 就是把执行暂时的给它停下来 那么我们讲过诉讼终止 大家对于裁定执行终止 就不太陌生了 这里面 大家不需要记住 每一个细碎的情况 只需要记住 我这个大标题就行了 就这几个我总结的 第一个执行为什么要停下来 因为要执行的这个东西 是谁都不能确定 那你还执行啥 如果是债务人的 当然可以执行 如果是案外人的 当然就不该执行了 所以我们就要停下来 等待确定这个东西是谁的 一般来讲 就是案外人提出了 对这个东西的 却有理由的意义 他主张这东西是他的 或者这个标题 正在别的案件当中 争议审理 那么我们要等待这个案件审完 才确定这东西 到底是债务人的 还是案外人的 如果是案外人的 不能动了 如果是债务人的 继续执行 第二个我们继续执行的 这个法律文书效力是不能确定的 咱们就要等待 等待确定了他的效力 他要是有效的 咱们继续执行 他要是无效的 咱们就要终结执行了 那就不能再执行了 第三出现了阻碍的客观情况 就是当人死了 或者是终止了 我们需要更换为他的继承人 或者权利我继受人 好 那么我们来看第四点 就是其他情况 第一个就是申请执行人 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 这就不用多说了 重点大家看一下第二个 法院已经受理了 以被申请执行人 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要把执行终止 就是暂时停下来 停下来干嘛呢 要等待看一看 他是否破产 如果说债务人没破产 那咱们就继续执行 如果说债务人破产了 那么就不允许个别清偿了 咱们就要终结执行 此时干什么呢 让这个债权人 拿着生效的债权文书 向破产法院去申报债权 他要按照这个顺序和比例 去受偿了 那就不能够再个别执行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执行终止 下面我们来讲128 叫执行终结 那么执行终结呢 我们总结为两册 两死无能力 执行不得不终结了 这两册指的是 一债权人撤销执行申请的 我一旦撤回撤销执行申请的 那么执行程序就就此终结了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执行的话 可以再次申请 第二个就是执行依据被撤销的 执行依据被撤销的 你不就没有什么具已执行的法律文书了吗 那执行程序就要终结了 这叫两册 下面的两死指的是债务人死了 没有遗产可供执行的 又没有义务承担人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执行张三的财产 结果这个张三身故了 死掉了 我们找了找发现张三也没有承担义务的人的 他也没有子女 然后又发现这个张三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产 孤零零的在出租屋当中去世了 身边连一床棉被都没有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说你还死活要执行下去 你执行什么 是不是 那么实在是没办法可执行了 那咱们就要做执行了 执行终结了 这是这个两死中的第一个 第二个 追索抚扶扶扇费用的权利人死亡的 大家千万要注意 这里面只有权利人死了 咱们才做执行终结 说王老汉起诉的儿子要求给付赡养费 然后打赢了官司 现在执行中王老汉顾世顾去了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做执行终结了 为什么 因为你拿来了钱是用来赡养老人的 老人都不在了 那么我们在执行这个钱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对他问说老师 那要是他儿子 债务人去世了 咱们终结吗 不终结 因为他儿子虽然去世了 但是咱们可以继续执行他儿子的遗产 那你又问了 你说他要是他儿子也死了 也没有遗产呢 那就不是四而变成三了 那就也会执行终结 这叫良死 那么第五个呢 是无能力 作为债务人的公民 他满足三大条件 一生活困难 二没有收入 三丧失劳动能力 这个人你看看啊 现在生活困难 没有收入来源 又丧失了劳动能力 现在没有钱 将来也不会有钱了 是吧 所以说呢 你就一直盯着他让他还钱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咱们就执行终结了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这仅限于他无力偿还借款 仅仅是借了钱还不了 那么咱们就放过他了 但如果说其他的 比如说因侵权产生的赔偿费用 是不会执行终结的 是吧 只有是这个借款 我们是执行终结的 这里面就有一个前台词 是什么意思 你借款一般来讲 就是用来接济生活的 但是呢 借了钱之后 生活也没有变好 将来在还款的时候 你没有履行能力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债权人 也只能就就此作罢了 但是如果说 你的生活都这样了 比如说你还去打人 还去侵权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好 这个呢 说完了 量撤 撤会执行申请 执行依据被撤销 量死 债务人死了 没有遗产 没有承担义务人的 啊 那么服务杀案件的 债权人死了 这个两种情况都没有办法再继续执行下去了 无能力 指的是啊 没有能力偿还借款 将来也不会再有能力了 这几种情况呢 我们执行就要做结案处理了 好 这是执行组缺的四种情况 和解担保 终止终结 咱们今年考试的重点 就是和解担保 终止终结呢 基本上不怎么考